美食博覽 一般博覽會只是有得看 但美食博覽還有得吃 由香港貿法局主辦的美食博覽2015 在8月13至17日舉行 不同味道、不同產地、不同來源 甚至不同製作方法的食物都在此出現 今屆美食博覽吸引了來自24個國家 和地區約1200家參展商參與 今屆還新增清真食品區 讓供應商展出相關的食材 美食博覽不僅吸引飲食業界人士和公眾 來尋找美食 亦吸引了住宅營養師曾欣欣的注意 她認為只要細心選擇 在美食博覽都會找到美味 而且對健康有益的食品 我選食物的原則是 最好是沒有食物添加劑 如果不然我們就好像吃了化學食物 第二就是她最好是天然的原材料 我會選擇看到種子而不是看到粉狀 如果是有機食物 知道他們少了農藥 有機食物亦是代表非基因改造食物 變成對環境和身體都有益處 有營養意思是 它會給我們多種維他命的元素 例如奇亞士是一個種子 它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它是高鈣 有高蛋白質 也高纖維 大約是兩湯匙的奇亞士 等於纖維成分 等於吃了兩棵西蘭花那麼多的纖維 所以為何我們稱為超級食物 就是小小的產品 就有大大的功效 Gluten其實是一種蛋白質 在小麥和麥的產品裏面有的 現在我們說Gluten Free 即是無酷飲食 在香港來說開始多人會做 有些人是因為腸胃的問題 不能吃這個酷質 在香港比較難找到 例如這一種Gluten Free麵包 被吃博覽看到這一種產品 真的很開心 因為最終香港的食家 可以試到這種無辜的麵包 椰青水 其實我們可以叫它做一個 健康的運動飲品 因為其實很高格 夏天很多時候 人們說不想喝水 口淡淡 喝什麼 你喝果汁有高糖分 譬如這些椰青水比較低卡 其實夏天的飲品是最好的 我不會說是健康食物 即是不會說是超級食物 但作為甜品 算是比較健康 因為你沒有牛油、蛋 忌廉成分在裡面 變成是天然椰子產品 天然椰子糖 和美食博覽同期展出的 還有第二屆家電家品博覽 今年活動吸引超過120家參展商 和超過190個品牌參與 讓入場人士享受一站式的飲食和購物樂趣